他是跟大家一起融退 陈明通奉献个鬼 他是把台大当成自己的政治公关品 在利用自己的这个关系 作为他在民进党内部站稳脚跟 去笼络人马为一个重要的职务 林志坚后来因为赖兴德 不要找了什么关系去跟他讲 他终于在脸书上道歉 可是他道了歉之后 陈明通还是打死不退 那就攸关说这样一位 没有失德的一位教授 产自贾论文而且不止一中 然后他还可以全身而退 还可以退休 然后在那个退休会上面 他是跟大家一起退休人员 融退 然后还颁这个奖给他 现场苏宏达老师他就站起来 他去阻止 苏宏达老师干得对 干得好 那当然苏老师以前以来 他的这个针边民进党政府 就非常的给力 那一度就成为民进党的眼中钉 就是继管中铭之后 在台大第二个被迫害最深的人 校方说这不是颁奖啦 这是一个仪式性 因为你退休嘛 我们再恭喜你退休啦 然后就表示说 感谢你对台大的付出 感谢你对学术的奉献 陈明通奉献个鬼 好那请问一下 陈明通对台大付出什么 就是付出了学术的败坏 跟名誉的败坏 把台大的招牌给砸了 把台大招牌给砸了 让大家在去年的时候都觉得 尤其台大的所谓国法所 整个不要说台大 至少台大国法所 因为有陈明通跟林志坚 还有一大堆奇奇怪怪 这些政治人物 让整个系所臭掉 这在去年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还是读台大政治系 然后政治研究所的时候 其实我们系所内 大概也都有耳闻啦 那时候就有耳闻啦 我们都有耳闻 我们就知道说就陈明通啊 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奉献学术 他是把台大当成自己的政治公关品 那么他是台大教授啊 很多政治人物都想要洗学历啊 那怎么办 他们不想要认真写论文啊 那一般的教授给的查得很严 怎么办 没关系 陈明通 来来来 你们当我陈明通的学生 而且这种在职专班考试没那么难 报名嘛 要什么检定的也都不难 所以来我这边修我们的课 反正你们交个报告就好啦 这个爱点名不点名也很随意 最后干嘛 反正我论文就给你们很轻松的就pass 让你们都度了一层台大的光 度完光之后呢 至少我这就是一个陈明通的 小小派系小小实力小小人脉 所以他利用自己身为台大的教授 然后呢几乎等于是公然的 不能讲贩售因为没有对价 但几乎就是在利用自己的这个关系 然后来作为他在民进党内部站稳脚跟 去笼络人马的一个重要的职务 所以他对学术有啥贡献 没有啊 他是把学术拿来为自己贡献 感谢了 感谢了 很快 感谢了